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一期华为的Mate 30 Pro 跟iPhone 11 Pro Max的夜间人像对比 大家似乎讨论的非常的激烈 虽然iPhone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占优势 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建议我 使用Mate 30 Pro跟iPhone在白天再重新赛场 但是我个人觉得既然晚上都拼不过 那么白天就更不用比了 而且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你不用脑子去想 你都知道1200万肯定干不过4000万的 华为的Mate 30 Pro应该去寻找层次更高的对手来硬刚一下 那么这回我是跟佳能最新刚刚推出的M6二代 3200万像素的APS-C画幅的相机来做个对比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有趣 看第一张照片 上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些人不太清楚怎么去看 这个照片是哪台相机拍摄的 在下方这边有一个文件名 像什么AL00 这个就是华为的Mate 30 Pro拍的 因为它这个型号比较奇怪 右侧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佳能的M6二代 使用的镜头是EF-M11-22 这个信息都有 因为Capture One Pro 它有时候排序的文件顺序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在左边有的时候在右边 大家要看仔细 我们首先看的是超广角的照片的对比 M6二代使用的是之前的1122超广角 然后Mate 30 Pro使用的是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 在视频的左侧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分辨率是7680乘以5184 那么我们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看起系列的 感觉华为Mate 30 Pro又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刘海部分的头发的细节 就很明显 能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底比较小的SIMOS 像素的连续性不够 所以会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但是M6二代的话 刘海就比较连贯一些 像这种头发的高频信息的话 你在底越大的相机上 你就越容易看得出来 它会越连贯 比如说你在中画幅的相机上看的时候 这个头发的细节就会非常的好 噪点水平的话 可能佳能它还是一个比较相机传统的 有个较动的方式 所以噪点水平的话是不如华为好的 那么再看一下其他部分的细节 尤其是边角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上这个墙面上 这个噪点 就是华为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说是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不像是晚上 光线没有那么充足 相机可能占一些优势 但是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尤其是我们在佳能展厅 它有比较好的灯光的布置 所以光线比较充足的时候 小底的劣势没有那么明显 尤其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带毛帽子细碎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高频信息 那么通过比较的话 我再放大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吗 华为的表现甚至还要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4000万像素 就是单纯的从像素点上来说的话 肯定是要比3200万要好的 因为我们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每个像素都可以获得非常充足的曝光 这个时候像素的多少就是能够直接影响解析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参数 在看这一张的话 这其实拍摄的角度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眼这个部分的细节 华为的解析力就会比较明显的差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刘海部分的发丝 就是跟刚刚一样 有点断断续续的 就是底比较小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皮肤的细节和纹理的话 你在佳能的机器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有非常细微的纹路 但是Mate 30 Pro的话 就大部分都是给涂抹掉了 并且有一部分还被锐化起来 你可以看到鼻子上和面颊上的一些纹理 但是其他部分的清晰度的话 我个人还是觉得4000万的Mate 30 Pro可能表现更好一些 这边叶子部分的解析力都会更优秀一点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佳能好像有点欠爆 但是华为的话就比较的放肆一些 然后我这两张照片我重新调了一下颜色 调了一下曝光 你可以看到华为的面部这个部分 就是佳能因为它是相机 所以在这种大光比的情况下 暗部真的就是比较暗 但是手机的话 它会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区曝光的功能 那么在这些面部暗部的部分的话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尤其是在衣服这一块 其实会感觉比较亮一点 整个画面感觉曝光比较平均 那么你使用相机在拍摄的时候 你要不就是拍摄ROG 是后期可以调整不同区域的曝光 如果你只是JPAC直出的话 很有可能相机正常情况下 它拍摄出来的照片 并不能很讨喜一般人的眼光 再来一张树的照片 可以看到华为的色温 看起来会偏冷一点 然后佳能就会偏暖一些 那么我们放大来看一下细节 还是跟之前一样 有一些头发丝的细节可以看到 明显是佳能的比较自然一点 华为的就感觉有一点故意的增加锐度 但其实你真的要必须放大看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你比如说放到比较小的位置 或者是打印一个六寸的照片 很有可能你分不清楚这两张照片的区别 然后是一张敦姿的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华为它的曝光 比较像HDR的 就是衣服看起来比较亮 看到没有 佳能的就会比较暗 那么再看一下解析力 也是一样的 佳能的面部的细节 有非常正常的人的人脸的纹理 但是华为就大部分被抹掉了 但是你看这一侧的树枝 华为好像又有很多的细节 能看到吗 感觉好像纹理要比佳能的要更好一些 所以其实由于手机这样的一个算法 那可能有些地方优化的比较好 有些地方优化的不好 我一直觉得华为的算法很激进 可以这么讲 因为跟他们工程师聊过 他们很多的一些后期的决策 都是从大数据上来的 他们会分析用户 他怎么去修这个照片 比如说他们更加喜欢 饱和度更高的照片 对比度更高的照片 锐化更多的照片 那么在照片拍摄的时候 他们就倾向于 把这些参数给调得高一些 所以只能说是大多数人的审美 可能就是像把盐 醋 糖 辣椒 就放的比较多 比较刺激自己的胃口 那么你的画面调的比较亮一点 饱和度比较高一点 比较容易刺激眼球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华为的这样的一个调色的策略 至少我觉得他要给我们一些可以做后期调整的设置 其实现在华为已经比以前克制很多了 以前那个颜色真的是验的不行 那简直是没法看 这张仍然是一个超广角的对比 我们是一个拍摄静静的人像 你可以看到皮肤纹理的话 华为的会比较故意的锐化比较多 那佳能的皮肤就会就更自然一些 不会那么突出 但是你比如看这个眉毛的细节 好像是华为更好一些 它这边有解除更多眉毛的细节 然后头发发丝的话 感觉也会更加的解析力更高一些 但是华为的肤色不是很好 我们的后期重新调了一下 会让这个肤色感觉比较的粉嫩一些 别哭啊 我给你看 哇 哇 它这个是多少像素啊 你就这个 4000万 它超广角也是4000万 然后它那个正常的 这个一倍的也是4000万 这就是那个Mate 30 对 我换一个那个22饼 是很厉害的 好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主镜头做的一个对比 M62代换上的22毫米F2这个饼干镜头 那这个很明显了 光圈比较大的话 这个背景的虚化效果会比较的好 这个张就觉得华为拍的比较差 是为什么呢 我在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是调的40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那我自己在用的时候会发现呢 如果你使用主摄像头开启4000万像素的话 这个解析力就不是非常的高 很差劲 你可以看跟加能比完全没有办法比 这个都糊成一片了 而且这个肤色也不好 那我后期又调了一些这个肤色 感觉调出来怪怪的 看到没有 就是不如加能自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眼睛的部分 这个并不是没有对上胶 这个就是这个尿 那么再看一张 也是4000万像素的一个主摄像头 在人脸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肤色华为稍微差一些 加能的肤色就比较自然 而且解析力比较好 我再重新调一下这个肤色 确实22f2这颗饼干镜头的解析力非常好 那么你去跟华为4000万像素的比 我觉得它可能4000万的主摄像头有bug 可能合成没有合成好吧 这个不知道 对 它这个可能是算法的问题还是什么 就是不如那个广角的清楚 改成1000万的看一下 再来两张 再转过来一点点 对 那这一组的话 我就是在华为这个主摄像头里头 只开起来1000万像素 而不是4000万像素 那你放大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解析力 就会立刻上来了 所以说明它这个主摄像头 4000万像素有问题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解析力 它的发丝啊 这个眉毛解析力 基本上可以跟佳能相提并论了 可以看一下背景虚化的效果 会稍微差一些 然后我们再调了一些脸色 可以看一下 就如果你不放大到这么大的话 你很难看得出来这两张照片 哪一个是相机拍的 哪一个只是手机拍的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主摄像头的话 建议你去使用1000万像素 而不是4000万像素 至少现在看得出来的话 这个主摄像头4000万像素 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它这个1000万的就很 这系列就很好了 感觉细节差不多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全身照 全身照的话 我个人觉得佳能不知道是不是又没有准确的对上焦 你可以看到刘海的锐度的话 华为的会更好一些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边的像素感比较多 你就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 佳能这边的话就比较柔和一些 但是至少你一个手机能跟相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大光圈两倍 然后我们现在这组照片呢是华为Mate 30 Pro分别使用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跟佳能换了32毫米 f1.4镜头做一个对比 那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呢他们都可以提供背景虚化效果 那么中间这张照片呢应该是人像模式左侧是一个大光圈模式 右侧这个是佳能拍摄的 那大家可以放大以后注意看一下 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有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人像模式啊感觉这个解析力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睛就是糊糊的 头发C也是糊糊的 大光圈模式的话就会表现的比较好 而且人像模式的话是不能调整背景虚化的程度的 那佳能的话这个用了一个非常顶级的32 1.4再加上3200万像素 你可以看到这个皮肤的纹理的表现是非常好 因为华为Mate 30 Pro它没有两倍的原生镜头 所以它在主摄像头的4000万像素上剪裁出来的 所以解析力是没有办法跟佳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背景虚化的效果啊 其实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就是直缩图看的话 你会发现佳能跟这个华为拍出来这个背景虚化感觉差不多啊 左侧是大光圈 我这个光圈开的比较小 我记得当时开的F4吧 感觉这个虚化的效果没那么强 那么抠像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抠像的感觉 基本上是抠的挺好的 只不过你像这种树枝啊 它是有个很明显的前景嘛 像这种相机的模拟背景虚化效果的话 前景都会处理的比较差 那你看这边这一节树枝 它就没有判断成前景 判断成背景了 不过这点小瑕疵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放的图没有那么大的话 你会感觉好像差不多的样子 不过华为的肤色还是偏冷啊 我又重新叫了一些颜色 大家去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相同的肤色的水平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组也是同样的三个照片 一个是人像模式 一个是大光圈模式 还有一个是佳能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到华为的这个人像模式和大光圈模式 它所给你的这个肤色就不太一样 大光圈模式的话 这个肤色就会比较黄 人像模式的话就会比较粉嫩一点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像模式会做过一个优化啊 为什么知道最左侧是一个人像模式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人像模式 它这个解析力不好啊 都是糊的 然后大光圈模式的话 这个发丝啊什么的 还是有些细节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有很明显的锐化过的痕迹 头发丝的边缘呢 有个白色的光影 但是佳能这边就是很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皮肤的细节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 华为的这个大光圈模式 有很明显的横向的条纹 你看鼻子上这样的一个横色条纹 有可能你需要去暂停画面 或者是调更高的分辨率才能看得出来 而且比如说像这个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非常规律的一个点阵 看到没有 一个点阵 我估计啊 这个东西可能是那个CMOS上的相位对焦点 然后华为这个算法 好像没有给它处理的很好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很奇怪的纹理 但是佳能的相机上 虽然说它的CMOS上也有很多的相位对焦点 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纹理 不过这个东西你缩小看的话 就觉得也差不多啊 那么再看一下背景虚化效果 看一下Mate 30 Pro它的抠像的感觉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种比较明显的 只有一个背摄主体的话 其实基本上看不出来 它跟相机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除非这个头发边缘这边部分处理的不是很好 但是比较起来的话 你会感觉它好像甚至是用了一个更好的镜头 所以说它背景虚化效果会更加柔和一些 大光圈 同样是你可以看到华为的这个肤色比较偏黄 然后发冷 这个确实是你跟人像机黄佳能去比的话 这个肤色没有办法比 希望华为之后可以更新固件来优化一下这个肤色 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白天比较发黄的肤色有点难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中间这个是大光圈你可以看到解析力比较好 左侧是原像模式 右侧是佳能的相机 对你放大看的话很明显看得出来佳能这个纹理会保持的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缩小看的话 你能看得出来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吗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以甲乱针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还有头发这个边缘这个抠图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已经处理的很好了 就像这种简单的抠图的话 华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感觉差不多价实化 对这样的颜色好看 应该这个好去调一下就好了 你是因为在人家在这拍所以给面了 再来一组就是带这种花篮比较复杂的一个场景 因为在这个场景下它是有一个镂空 这一块是有镂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处理 我个人感觉华为搞的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像这种比较边缘的部分 它就会有一些尖刺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然后尖刺处理的不是那么理想 头上就感觉坑坑洼洼的 你可以看一下感觉处理的边缘过渡不是很好 但是这边还缺了一块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这样放大看的话 你觉得特别像一个单反或者微单相机 配一个大光圈定焦镜头拍摄出来的感觉 我们调一下颜色 大家再看一下 有调的皮肤比较偏粉嫩一点 就跟佳能的差不多的感觉 你甚至还能在南瓜上看出来更多的纹理 然后最后一组就是自拍的照片 因为视角都差不多感觉 你这样看的话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然后我再调一下颜色大家看看 放大以后 前置摄像头华为是3200万 跟M6二代是一样的分辨率 但是你这边比较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解析力 放大看确实有区别 但是如果你缩小看的话区别并不是非常大 你只能看得出来是有更好的虚化效果 而且M6二代我这回用的是15到45的套头 并不是一个大光圈定焦镜头 那么在套头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背景的虚化肯定是要比华为自带的好 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由于M6二代它是一个向前翻的屏幕 所以说你在拍摄的时候 模特他看到的眼睛的方向是在一侧的 你可以看到他是向左侧看的 但是华为他在自拍的时候 自拍的摄像头是在屏幕的上方 所以说他是看着屏幕自拍的 那么感觉就是一个正常的眼睛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手机做自拍的时候有个非常大的优势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很多人用手机拍无log的话 他们眼神都比较正常 但是如果他用相机拍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都是往旁边去瞟的 你就知道他是用向上的翻转屏 还是向右的翻转屏 这很明显的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各位看起来感觉怎么样 那么在白天或者是光线比较充足的室内拍摄的时候 华为的Mate 30 Pro 由于每一个像素都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光线的能量 所以去硬钢APS-C画幅的微单 你放大的很大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区别 假如说你只是普通的就发发朋友圈 或者是给别人看一下的话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分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相机如果你想要更改视角的话 现在从超广角到一个人像的焦距的话 你必须要频繁的更换镜头 而在手机上的话 你只要非常轻松的去点击屏幕上的按键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介意这些画质的差异的话 手机相比于相机来说 它的便利性会非常的大 所以在现在手机拍摄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各家相机厂商都会有非常大的危机感 之前那个视频就有很多的弹幕和评论在说 现在几乎所有的相机厂商都是日系的厂商 什么时候等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自己的相机 那就牛逼了 但是以现在手机发展的势态 很有可能10年或者是要不到5年 手机就会取代绝大部分的相机厂商 作为一般普罗大众最主要的视频和照片的拍摄设备 我这次拿华为的Mate 30 Pro 跟APS-C画幅的微单做过对比以后 我就非常感兴趣 在户外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和主摄像头 是不是能跟全画幅的微单相机来做个对比 所以我之后又使用了尼康的Z6 这个只有2400万像素 搭配的是一个24到70毫米F4 所谓的一个套机镜头 其实很多买了全画幅微单的朋友 怎么讲 就是没有什么钱去再买别的镜头 就会一直在使用这种F4的套机的镜头 用很长时间 因为在相机爱好者圈就有个说头 那么你买相机 如果不买全画幅的话 你早晚还是要会换的 因为一直会惦记 但是如果你买全画幅这样顶级的相机 却一直在配一个套头去用的话 那它拍出来的画质 是不是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关注 而且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 你使用华为的机器 跟尼康的机器做对比 你想想华为的粉丝 跟尼康的粉丝 会在评论区或者是弹幕里面 能够迸发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好 阿部相机手册 只想看戏 不下BB 拜拜 拜拜